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就拍了一條影片關於一些新手教學 就是教在PokeMMO裡面怎樣生蛋 以及一些生蛋的小知識 首先講一講 在五個地區裡面 各自都會有一間孵蛋屋 詳情的位置我會貼在影片給大家看到 而我這次示範的位置就是這個成都的蛋屋 成都的蛋屋在這個屋外面 它就會有一個牙齒 這個牙齒就可以給它蛋 然後你看到這個界面 它就有一個孵蛋的界面 稍後再講一下孵蛋的流程是怎樣的 其實大部份玩家為了令隻寵更完美 所以就會透過這個生蛋模式的形式 令隻寵越來越厲害地達至完美 在這裡講講一些關於Pokemon的術語 假設如果你有玩Pokemon 應該都會知道有一個東西叫做個體值的東西 這裡我就拿了李魚王做示範 個體值其實有分6項小項 分別血量、攻擊、防禦、突攻、突防速度 比較上堪稱完美的就是5V或者6V的精靈 就是這裡其中5項或者6項都是滿項31 這隻寵在個體值上就是一隻原味的精靈 有些人可能會問 那6V是不是已經達至完美呢 其實都未必 因為它還有一個叫做性格的東西 性格就是決定你能力值的加成 以及減的 假設我這個李魚王現在性格是加特攻減速度 其實這個性格是完全跟李魚王是不對的 是完全不對的 所以這個是一個錯性格 所以其實如果你個體值是5V或者6V的話 是不是真的完美呢 都未必的 因為要看性格和一些特性 不過特性是可以轉換的 而性格呢我待會再講怎樣處理它 好啦那介紹完這個個體值之後呢 下一個東西我會介紹的就是關於一隻寵的蛋身 剛剛都提到啦 我是用李魚王做例子啦 那我就會開個圖給大家看一下 李魚王啦 那李魚王呢 他這裡又會有寫一項叫做蛋組的東西 這個蛋組呢 就是每一隻精靈都有不同的類別 而這個李魚王呢 就是水耳組和龍組 那假設如果你想生李魚王的話 那李魚王的方一定要是女生的方 即是母體的 他一定要是母體 生出來才會是李魚王 假設如果你帶那隻是男生李魚王 你就要給女生李魚王 跟他去到核彈 然後呢 他就會變成一隻後代的李魚王 那假設如果你帶的另一隻女生 不是李魚王呢 那他就不會生李魚王 當然啦 還有一個選擇就是跟八變怪合 八變怪就是所有精靈都可以跟他合 不論男還是女都可以跟八變怪合 好啦 那現在身上呢 就有一隻女生的李魚王 那他剛才說過蛋組是水耳和龍 就是說呢 其實如果男生那方呢 就算不是李魚王呢 你選擇相同的蛋組 即是水耳或者是龍的蛋組 其實都可以跟李魚王合 那這裡呢 我們可以做個例子 好啦 那現在呢 就做個例子啦 那首先呢 跟這個門口的阿伯說話啦 那再放這個女生的李魚王上去 之後呢 我們再放這個蜥蜴王 對啦 因為蜥蜴王呢 其中一個的類別呢 就是龍組啦 那所以呢 其實他可以跟李魚王這樣 枯化的 對啦 枯化的 那之後呢 那大家有一個地方可以留意啦 就是呢 他後代的精靈的個體值呢 其實是根據你父母體的數值來決定的 那大家可以在畫面上看到啦 那當他這兩隻重生完蛋之後的後代呢 就會有以上這個數值啦 那就看看那%來決定 啊 他是多少能力值的 而MMO最特別的地方呢 就是這個孵蛋的一個系統啦 在這個孵蛋系統裡面呢 當父母體生完蛋之後呢 他的父母體就會消失了啦 對啦 叫做合體啦 這個叫做 那為什麼官方會有這樣的系統呢 主要就是因為他要令到那個市場 不會說貶值得太厲害 大家可以試想一下 如果每一隻重生蛋出來 父母體都是依然存在的話呢 那其實這個Pokemon的市場呢 就完全崩壞的啦 因為呢 在這隻Game裡面 可以透過竹精靈去賣 然後去賺錢的 好啦 之後呢我們就說下一件事啦 那假設我現在呢 就是想生一隻鯉魚王出來的 我想生一隻比較勁少少的鯉魚王啦 那大家可以看到 現在畫面上的鯉魚王呢 有兩隻 一隻呢 就有這個特防V 也就是31啦 另一隻呢 就有31攻擊的V 那我應該怎樣才可以 將它合作一隻2V的精靈呢 對了 這裡呢 就要靠一個道具去幫它啦 那在蛋屋呢 因為通常呢都會有一個NPC啦 那你跟NPC說話呢 它會有一個道具給你買的 那大家可以看到啦 它就是說攜帶道具呢 一定能夠遺傳HP個體值的 那之後呢 這裡就可以對方啦 對方你的那隻寵物想強制遺傳它哪一個的個體值啦 那它就是特防嘛 所以我們買特防環啦 另一邊就買攻擊環啦 所以我們買攻擊環啦 要留意的地方就是呢 這個環呢 是要用1萬元的 對啦 要用1萬元的 所以其實都偏貴的 那大家記得留意啦 好 那之後呢 就簡單啦 之後呢 你看回特防這裡有V嘛 所以我們就給特防的力量還給它 這邊呢 就帶這個攻擊的環給它啦 然後就可以跟NPC說話啦 好 那當中間的表出來之後呢 你會看到中間兩項綠色的 就是它寫著100%會遺傳到 也就是說 這個後袋呢 就會必定是2V的 必定是2V 那其餘那些呢 就是根據它那個的數值 來到決定 哦 究竟這個HP是29啊 22啊 還是16的 這個呢 就根據機率啦 那之後 如果我生完這隻重之後呢 那就有一隻2V的後袋啦 那應該怎樣再升上去呢 那首先呢 我們要選一隻 首先我們要先生它出來 就選C啦 然後呢 就選C 那這裡呢 它會問你是選男還是女的 如果你想生鯉魚王的話 即是你想生一隻5V的鯉魚王 甚至是6V的鯉魚王呢 你是一定要選女生的 這裡要選女生的 因為 生蛋那一方是根據母體來決定 那隻重的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等它枯化啦 那枯化其實也有一個小小的技巧 教大家的 就是呢 你身上呢 開打一隻的 火焰身軀的精靈 好 那我就找了這個 燭光靈啦 假設你把燭光靈放到頭位置 那在左上角呢 就會看到一個叫火焰之軀的東西 它就會寫明 敷彈速度更快 而在Pocket MMO裡面 敷化呢 並不是計這個步數 而是計這個時間 是一個真實時間 假設我現在站在這裡 其實它可以敷化到彈出來 對啦 不用走的 那之後呢 我們再看看 如何關上3V 隔了一段時間之後 鯉魚王就關上我 就是一隻女生的鯉魚王 性格呢 就是除非一個性格 如果你沒有鎖性格的話 一會兒會教大家如何鎖性格 正如剛才所說 這隻鯉魚王 就是有攻擊特防的一個V 那我要怎樣做才可以繼續升上去3V呢 那大家剛才看過 那個力量道具 就可以強制鎖其中一行的個體值 這個鯉魚王就是有攻擊和速度V 剛才亦都說過 就是如果它個體值同樣都有31的話 那它後代是必定會有31的 那這個時候就怎樣做呢 這個時候就看看它另外有什麼個體值是V 那譬如這邊是速度的 那我們就選擇速度的環 這邊的特防就給黃色的特防環 OK 然後就可以選擇女生再加男生 那你就會看到這個後代是3個V 也就是攻擊特防速度V 那假設如果你是一路想升上去 想升上去4V、5V、6V的話 那這裡都是要選擇做女生的 記得一定要選擇做女生 就給回5000元的費用 那在這裡也說一下這個費用是怎樣收法 那有些人可能會覺得奇怪 咦?為什麼有些重 它是9000元甚至21000元的呢 其實這個費用呢 是根據那隻精靈的性別比例 有些精靈它的性別比例是特別極端的 正常如果是5000元的費用的話 就會是50%的性別比例 那正常的性別比例第一下 它就會是5000元的費用 去幫你改性別 那假設如果它是9000元的話 它會是3對1的性別比例 譬如皮皮那些 那如果它是21000元的話 那就是代表這個精靈 7對1的性別比例 那哪些是7對1呢? 那多數見的就是御三家那些 以及伊貝那些 這些精靈呢 如果你要做做生蛋5V 這樣做做女仔 你每一次都要用21000元 去到那一次性別 那剛才都說過 一隻精靈完不完美 其實就有幾個因素去決定 第一個就是個體值 第二個就是性格 第三個就是特性 那性格其實是可以鎖的 就是透過用一顆叫不變之石的東西 去鎖住性格 那我這裡就買了一顆來試一試給大家看 好了 剛才就買了這個不變之石 現在就示範一次給大家看 不變之石是怎樣用 那首先我們看看 剛剛那隻精靈 那剛才生出來的鯉魚王 就是這隻3V的精靈 攻擊、達防、速度 而另一隻鯉魚王 就有一隻對性格的鯉魚王 但是它就不是漂亮V 但是先當它是一個漂亮V 各位好嗎 然後剛才說過 因為我們當它速度有V 好 好 那這裡我們就帶一個攻擊環給它 這裡帶一個攻擊環給它 然後再給外面這個阿伯 一樣都是女仔、男仔 OK 那最後它會生出一隻3V的 對性格、固執的鯉魚王出來 那大家可能會問 咦?那如果5V的話 那我就要用4V來合上去 沒錯 沒錯 那我這裡會給大家看一看這個表 那這裡就有一幅5V圖 剛才說過 如果你要想合一隻的強重 就要1V合作2V 你要想做3V 那它就要用一隻2V合作3V 對啦 那如此類推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如果你需要弄一隻5V 由低開始做起 好了 你是需要這麼多隻1V 這裡有多少隻呢 應該是16隻的 應該是 16隻1V就可以做到一隻5V 那什麼叫純5V呢 純5V就是性格 就不知道是什麼性格 即是可能是錯性格的一隻重 那可能大家會問 咦? 那剛才的示範 就是示範了 怎樣弄一隻3V的對性格 那如果我要弄5V的對性格 難道我要一隻4V的對性格 去合上去呢? 沒錯 這份表也有寫到 如果你想合一隻5V對性格 首先 我們要先弄一隻5V 剛才提到性格是隨機申請的 有些時候 你弄一隻5V出來 有機會是會倒中性格的 那你就可以 折散這個步驟 即是這個什麼4V對性格 不變之式這個步驟 那就是省了很多時間 以及省了很多成本 對了 那假設如果你很不幸 哦 你魚王錯了性格 那怎樣做呢 那就是看上面這裡 OK 那上面這裡看到 就是它會由0V開始 一直這樣鎖上去 然後就合到上去4V 再將這個4V對性格 再給5V對性格 那最後呢 就會出到一隻5V對性格的完美精靈 不過我都可以提一提大家 其實如果你這樣慢慢 一直由0V開始用不變之石鎖上去 其實有些時候會特別貴 那所以如果你可以在交易行 直接買一隻2-3V 然後再合上去都可以 那不用那麼麻煩 由0V開始合上去 因為大家的材料都未必有那麼多 那所以呢 我自己有時候如果錯性格 我會直接由市場買一隻對性格的 可能2V或者3V 自己再合上去4V 然後再合上去5V 對了 還有大家也可以計算一下 如果你的成本 你自己經過計算底下 是比起交易行更貴的話 我是建議直接由交易行買一隻 如果你不介意那隻寵物 不是你自己的名字的話 因為呢 MMO 裡面精靈是會有訓練家的名字 如果你買一隻精靈回來用 他這個初訓家 就會不是寫你自己的名字 那有些時候可能有些完美主義者的話 就會不喜歡這個不是自己的名字的東西 所以就想自己生的 那最後一樣講的就是關於遺傳的東西 那遺傳的東西我們又是以鯉魚王為主 那有個小技巧的就是直接按進這個圖鑑 這個圖鑑就可以看到他有些什麼 鯉魚王是沒有遺傳的 OK 不要緊我用蝨魚王來做例子 但是大家記得留意 如果這隻寵物是男生的話 就要用八變怪先跟他合體 然後呢 他要變成女生才再跟其他寵物去到遺傳 OK 好啦 假設這隻是女生色的王 然後我想他遺傳一招叫暗雜要害 那我就要找一隻會暗雜要害的龍種 或者怪獸種 男生的去合下去 之後他後袋就要有一招遺傳的就是暗雜要害 這個就非常簡單 大家只需要上網找一下哪隻龍種 哪隻怪獸種又懂得這招的暗雜要害 那就合過去 那就OK了 那就視乎你用什麼遺傳的人來找資料 很簡單 這次教學就來到這裡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都可以在下面問 或者有什麼不明白的地方 或者你想知道 關於敷彈以外的一些攻略 或者一些教學都可以在下面提出 看看會不會再拍一條影片教大家 好啦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